上回我们说到吴幻自从吸收足够煞气准备杜结成魔,就开始了为所欲为的杀戮,不管是自己的丈夫还是天启或是白绝,都遭其毒手,让人看着都有些不可置信。 现在就只剩下上古可以跟其决一死战,不过面对现在这个已经癫狂的吴幻,上古又要如何去跟他对决呢? 白绝和天启,难道就真的死在吴幻的手下吗? 好了,这些答案将在本期为您揭晓。 下面继续给大家带来千谷绝尘第47至49集,凤女拥有无患给的魔力,拿着巨妖帆就在罗刹帝挑起战争,就连僧羽都中了她的魔气,差点就要领和犯下线,不过还好阿沁及时发现阻止。 看来真是主仆一心,如今凤女也变成这般模样。 这时候警戒及时出现,用尽全力护住凤然等人的安全,而自己却魂飞魄散。 这一幕让人看得着实揪心,凤然也已是悲痛欲绝。 而尚古仍然在与吴幻打得十分激烈,但就在这时,先前惨死的白爵与天启出现在二人面前,这可把吴幻吓得不轻。 原来二人本就是作戏给吴幻看,让她误以为两人已经死去。 哈哈,果然是我聪明,早就发现二人的不对劲,怎么会就这样死去。 一番打斗下来,吴幻也终于败下阵。 不过,这时尚古却忽然发现凤然也许出事,赶去一看,此时的警戒早已经死去,并且纵然是尚古也无力回天。 吴幻看见自己儿子惨死,顿时也是伤心不已。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不就是你吗?现在将自己儿子的生命都赔上了。 大殿之上,吴幻还依旧认为自己变成这样都是尚古所害,就在他想要说出尚古身为后池的时候,犯下的错误。 却被天启阻拦,接着尚古便定下吴幻的罪,决定在三日之后将吴幻斩杀于青龙台,这三日便给吴幻回到扶药殿去跟目光告别。 可以说尚古已经是人至义尽了,可这吴幻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 在众人离开后,尚古再次询问起白绝关于自己的回忆,并向白绝要回自己的记忆,可依旧遭到白绝的否认,两人最终还是就此告别。 尚古还言明,从此之后便与白绝就是陌路人,不爱也不恨。 真是为二人心疼不已,白绝就是无法说出真相,这一幕实在让人痛心。 尚古见白绝不说出真相,于是便来找天启询问,和天启给出的解释也是一样,让尚古顿时感到无奈。 这一边穆光在扶摇店,看着如今堕落成这样的妻子,不禁也感到十分心疼,于心不忍之下,找到尚古请求一人将罪责担下,可是却遭到斥责。 虽然说穆光对吴幻的真心很让人感叹,可吴幻所做成的错事也必须由他自己买单,穆光你可想想你无辜的儿子吧。 穆光在被上古逊责以后,也顿时明白自己的执迷不悟已经铸成大错,竟取出龙丹,将天地的位置让给凤冉。 而自己则成为守护仙妖两界和平的龙石。 没想到最终目光静变得如此,但也算是他内心所愿,独善其身。 吴幻得知目光所为,瞬间崩溃不已,没想到锦阳竟然也打算离开天空,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吴幻造成。 吴幻面对一家的不理解,最终带着恨来到青龙台,上古见着如今这样的吴幻,内心更是感到心痛,后悔当初将吴幻带回。 便惩罚吴幻排除三界之外,至此以后不死不老,尝尽病痛孤独万年。 这一招确实狠,但对于吴幻这样的来说,也算是罪有应得。 看着一家就这样被毁掉,而母神也遭此大难,紧招也还是不服,咒骂上古终是孤独。 这一切不还是你母神自己造成的,没有对你有过多惩罚已经是仁至义尽。 后来,上古也将仙界的事情告知凤然,让他前去接管。 森宇看着如今祥和的仙妖二族,当即向警戒承诺,自己一定不会让这个应声中响起,会一直守护仙妖的和平。 这一切事情都稳定后,天启前去找到白绝,与他闲谈着告别,二人都知道,白绝这一句兴许就无法再回来了。 但白绝此时又想到,自己最对不起的,就是缘起,于是天启便提议让白绝给儿子打造一件法器,这样也算是有个念想,这也是他当初为何不给缘起法器的原因。 可当天启将白绝带来轻持功的时候,缘起见到这个抛弃自己母子的人,却一点都没有好感。 这也不能怪缘起,不知者无罪,谁让之前白绝确实对缘起十分冷漠呢? 但随后天启便替白绝解释了这一切,缘起这才勉强答应跟着白绝下界去玩。 白绝对缘起的爱好,饮食以及排酒都十分了解,这下缘起彻底相信,以前陪伴他的就是化身凤染的白绝。 看到两父子和好,也终于是了却一桩遗憾,可是白绝还是要离开。 最后白绝送了一把及自己半身修为的陶木剑给儿子,两人最终还是不舍得告别。 画面一转,上古和天启带着儿子用四把神器重开了神界,这万年来都是智阳和诸位神军,用各自的神力护着神界。 如今上古重开神界,顿时想到与白绝的过往,不禁万分伤感,两人的爱情到头终究是让人惋惜, 难道就这样草草收场了吗? 但就在这时,白绝出现在他身边,上古也不顾之前的矛盾,直接一把抱住白绝,不想让他离开。 而白绝与上古告别过后,最终还是要前往淵林沼泽,去化解那混沌之气。 此时缘起拿着手链来见上古,并且将手链拿给他,而天启也同时来到这里,让缘起对着淵林沼泽的方向叩拜父神。 随后便将白绝一直以来为上古默默付出的事情告知他。 这些话让人听得确实十分的伤感,白绝爱上古爱得深切,爱到付出自己的生命。 上古也是这才得知,原来白绝从来就没有对他断情,只是不想让他伤感,所以才一个人独自忍受悲痛。 看到这里着实为两人的爱情落泪,真的不希望二人最终会就此别离。 接着天启便让上古前去冤林沼泽送别白绝。 可当上古赶来的时候,白绝已经消失,只留下上古一人瘫坐在这里,痛哭了许久,他不能接受如此深爱自己的白绝,竟然就这样离开。 别说上古无法接受,养人的爱恋历经多少磨难,没想到最终怎还是这般结局。 于是,他便一直待在冤林沼泽,久久不愿离开。 三年时间一晃而过,如今智阳神脉不稳,神力也还没有完全恢复。 于是便由天启一直为他处理这些公物,而他自己却十分逍遥地饮酒,天启见此还劝导他多花时间教导元启。 但智阳却无奈地表示,元启拥有这把桃木剑,整日上蹿吓跳,他一副老骨头实在无力陪伴,说起桃木剑不由的就让人想到元启的副神白绝。 三年来,上谷依旧在冤林沼泽等候白绝。 天启见此便提议将元启送到还未禁神的东华上军那里,随后又让智阳将元启带去冤林沼泽见见上谷。 是该见见了吧,孩子已经三年没见妈了,上谷却还在望着心上人归来。 镜头一转,智阳带着元启见到上谷,他再次劝导上谷回到神界,可上谷还是依旧不愿意离开,想要等候白绝的归来。 不久后元启便与上谷告别,而此时智阳也询问元启,是否愿意等东华进神后前去修炼一些本事,再回来见母神。 元启也欣然应下,元启真的是轻木和后池的好大,这么懂事的样子也是在令人心疼啊。 妖界如今也已经稳定下来,森宇和阿沁正在闲谈,阿沁却忽然表示自己要去人间游历,尽管森宇出言苦劝,还是无法阻拦。 阿沁依旧认为,他们既然错过了,那便是错过了。 阿沁怎么就不能再给森宇一次机会呢?森宇也深爱阿沁这么久,两人的结局倒也不必如此令人惋惜吧。 如今吴幻依旧在朝圣殿独守着,景昭也会抽空来看望母亲,但吴幻现下已然有些神志不清,还在念想着目光,这让景昭感到无比心疼。 虽说这样确实令人心疼,可以想到无患所做的错事,引发出这么多麻烦,还陪上景健的性命,顿时就感到可恶。 上古在一堆小仙之中发现有一个凤族少年,体内竟然有着景健的一缕神石,顿时也为凤然感到高兴。 随后,他与凤然对作则骂着白绝与景健的狠心,丢下二人独守神界天界。 不过,当上古将方才凤族少年的事情告知给凤然后,他顿时有了希望。 如今,景健都有了回来的可能,却不知白绝到底何时能归来。 画面中,上古一人走着回想起方才与凤然的对话,想着白绝无法再回来了。 此时红日忽然来到,将白绝曾经交给他的神石归还给上古。 当上古看到这个变相红日质问到底还有什么是自己不知道的,可红日却表示没有了。 不过上古却不放弃,他决定要再为了白绝赌一次。 画面一转,他来到乾坤台,请求祖神将白绝归还,否则自己将长跪不起等待新的火神降临。 如果这就是白绝所谓的赌一次,那真的是赌注有些大。 但尽管上古如此诚恳,新的火神还是没有降临。 500年后,天启和智阳等人前来,如今元启也到了要去上泽府的日子, 众人都希望上古能够放弃离开,可上古还是依旧跪在那里, 就在大家都无奈地准备离去时,乾坤台忽然有了反应,新的火神就此降临。 看到这一幕不能用多激动来形容了,就希望此人一定要是白绝。 上古也抱着好奇询问眼前的人到底是青木还是百玄, 没想到对方敬严明自己就是白绝,上古瞬间激动落泪跑上去抱住白绝, 两人这一幕也是让众人感动不已,500年常跪终于等来他。 这部剧到这里也就结束了,六万年也好,五百年也好, 上古与白绝,青木与后池,这一对神界侠里的爱恋令我感动不已, 也许现实中也会有这样感人的爱恋,时间不是考验爱恋的唯一标准, 但亘古不变的爱恋和真诚或许是爱情长久的秘籍。 上古与白绝亦是如此,希望他们一家三口能在神界一直这样幸福下去。 好了,也感谢小伙伴们对这部剧的关注, 下期我们再来分享更多精彩影视剧作品记得点赞关注, 我们下期再见。